老板 来个达莲煎饼 好嘞 要个三块的 四块的 要个三块的就行 三块是吗 对 来 给你来一个 三块都加啥 三块加鸡蛋 加脆饼 加生菜 加葱花 加香菜 加辣椒 这一套全部都给加 只要三块 那也很便宜了 我们主要就是靠的就是量 一天卖个三五百个 多点卖不了 卖成销量可以 对 鸡蛋都是妈妈自己在家养的鸡 所以说因为我们卖的便宜 就是这个原因 你这用的还是好鸡蛋呀 那必须的 都是这个跑山鸡的小鸡蛋 这饼已经好了吗 这就差不多了 老板 这个饼画的又大又圆 那必须的 经常给别人画 不愧是干老板 主要推求完美 就是边上这些爆炒的都不能要 老板 你这手法不像是炭煎饼的 辣椒吃吗 辣椒不要吧 看见面上应该还行啊 不像不能吃辣的小伙伴 这年轻人哪有不能吃辣的 来一点香菜 来上一点葱花 来上一点榨菜 榨菜再来上一点 老板用料非常扎实 那必须的 哦 还只有两条线 还平行 平行键 这必须关键 老板上学数学学的好吧 好呀 那几盒学的肯定好 次次都能考二十多分啊 别没数啊 满分多少 嗯 买分一百分嘛 那百分之二十的这个常供育 饼有点小 比你撒上一点那个肉松 哦 饼小了还补点肉松呀 对对对 你这不是的 这就是回头的便宜 老板做的就是回头客 虽然三块一个 但是一定得认真对待每一笔生意 所以只有这样我的生意才会越来越好 这就好了吗 这就差不多了 还得再烙一下 就一定要烙的这种嘎咚嘎咚脆的感觉 把表面这些别别嚼嚼再弄一下 三块一个 谁的钱都不是封刮来的 得认真对待每一个厨厅 这是我们的这个 这个公司的明确规定 好 终结再一解 是吧 好 就这样一个 三块 三块这么大一个 必须的 放心吃 好 谢谢老板